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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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东周一个衰弱的王室 他居然能够维持将近400年的时间 这400年的时间当中 周王室一直作为天下象征性的共主 也就是周朝周王 周天子他只是周朝最高统治 只有象征性的意义 而他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 自身统治的权威 他最重要当然要凭借着武力的政策 但是武力的政策不行的时候 他要凭借宗法的力量 还有天父生权 也就是周天子我们可以看到从西周到东周 周天子作为天子他仰造三个权威 第一个就是武力的政策 第二就是中法耶稣 第三是天父的神权 这三个力量 到了东周时代 周王室的武力 大幅度的丧失 礼乐的崩坏 更让中法耶稣荡然无存 再加上神权尽尸 以至于周王室每况愈下 我们可以看到到了东周 从周相王之后 有很多的周天子 都是靠借贷过日子 都是靠借贷过日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统治王国越来越小 然后他最后只是世面王级 我们看一下到了最后一阵的周南王时代 周南王时代里头 根据周朝史记周本记的记载 周南王他总共做天子做了59年 也就是周南王他其实是个非常长寿 而且做天子做非常久的一个王位 他是周朝在位最久年的君主 而这个在位最长的君主 他也是周朝最后一任的君主 他在位期间周王室他的影响力 仅限于王席 也就是仅限王宫附近 一部分的小的地盘 甚至周南王这时候 周朝最后的王室 他仅限于洛阳城当中的一小部分 所以洛阳城附近的城桌 虽然作为东桌的首府 但是他其实最后都靠借贷来过日子 所以当王集附近 在周南王时代曾经发生过 在王集附近的有钱人来向周南王讨债 周南王吓一跳 想说这些妇人跟我讨债怎么办 所以他就无力偿还 所以他就只好躲在皇宫当中的一个高台 然后所以呢 这些妇人找到他的时候 发现他躲在皇宫中的高台 就指这个高台呢 叫必在台 必在台 所以我们现在成语呢 在台高竹 就是周南王 也就是他不只是欠诸佛钱 人王室附近的妇人的钱他也欠 欠了之后呢 他居然没有办法偿还 可见当时的周皇室呢 极其的衰弱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最后呢 周南王呢 因为他一直在欠债 到了周南王五十九年之后 他郁郁寡欢 就去世了 周南王去世之后呢 周朝就找不出贡主出来 又过了七年 又过了七年 这个秦国的死皇帝 消灭了东周 建立了秦王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东周从周平如东渡以后了 他刚开始的时候 仰仗诸佛 像诸佛的 到最后呢 他的王旗呢 分封了 土地呢 几乎都被瓜分殆尽了 他的这个 甚至还要靠 这些诸佛国 他的救济才能够过日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周王朝武力究竟是 为什么会丧失呢 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周渝王啊 他这个举风火 以至于这个 周王氏呢 就是调不出兵力 当然这个风火 系诸佛这个 这个桥段 到不一定是周朝武力 上司最重的条件 因为周朝在建立之初 根据周公所创建的制度 天子有六军 大国只有三军 中国二军 小国一军 然后根据周朝的这个体制呢 一军大概有一万两千五百人左右 也就是天子当中 天子他可以成立六军 也就是天子呢 六乘以一点二五万 也就是说周朝王氏的兵力啊 有将近十万人 然后这个大国只有三军 大概四万多人 那另外中国二军 小国一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周王氏的武力 其实是非常强盛 而且呢他还规定 各国诸佛不能够随意扩军 不能够随意扩军 所以呢周公平定了这个 平定了这个三军之乱以后 周天子的实力更加扩充 也就是他在原来的天子六军 他住在京师的西边 被称为这个西六师 然后他又在成桌 在京师的东边 又建立了洛阳 所谓成桌 成桌的时候他也建立了 要建立的殷八师 所以他从这个西六师到殷八师 所以在西周时代 周王氏的实力非常非常强 光是军队而言呢 他就至少有这个十四师 而当时的诸侯 他最大的诸侯只能建立三军 那只能建立圣经 周天子拥有十四军 可见他这个武力是非常强大 而且根据周曹中华制度 你还不能够随便扩军 你还不能随便扩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西周同志初期 他的周王氏 他就武力打击上面来讲 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谁都不敢挑衅周王氏的权威 但是从西周中起以后 王氏的武力就大幅的衰退 那例如说周曹王曾经三次远征楚国 结果上六师以汉水 那周曹王的时候又两次征华全容 那西中昆仑东宫徐国 那极大损失的周朝的战役 到了周曳王时代 他即便天子出动他所拥有的正规部队 包括六军 还有包括英巴士的全部力量 但是也没有办法击败一个很小的国家 叫俄国 也就是说俄国在湖北 湖北简称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到了西周中叶以后 周王氏的这个军事实力 大幅度的衰 大幅度的降下来 即使是号称中兴的这个 号称中兴的这样一个周宣王 他也没办法让他的武力重生振作 到了周渝王时代 他紧致的武力 又在风火系出火当中 损失殆尽 所以到东周时代的时候 他只能靠诸侯来亲王 帮助他渡过军事上危机 然后呢 这个军事上他的武力衰落之后 最重要是靠中法制度 中法制度最重要就是敌长子继承制度 但是这个中法制度也就是说周公自礼 做成子 还有纳贡献的这样的义务 所以呢 周武王在刚开始分封天下的时候 立了七十一个国家 其中基姓 独独有五十三国 所以呢 在西州初期分封的七八十个国家 光是基姓大概占了五分之三以上 其他姓大概占了五分之一到五分之二之间 所以周天姓对于这个基姓 既是他的长辈 不是哥哥 绝对不会是弟弟 既是他的长辈 又是他的宗长 所以在中法公自力量当中 可以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因为这个中法制度 因为到了周朝的中叶以后 特别是传到了第七任的周易王时代 周易王时代开始衰败 根据两建时期出读的竹书记忆的记载 在周易王元年 周易王元年的时候呢 他出现一个记载 叫天再淡于正 天再淡于正 那意思就是说 周易王元年 周易王元年 天再淡 也就是天亮了两次 一天之内呢 亮了两次 天亮了两次 当时呢 在陕西省的华县 包括郑国这一带 都看得到 所以他说天再淡于正 也就是说在正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两次的天亮 两次的天亮 这可以说是天文奇景 对一般人来讲 天亮一次 非常特别 天亮两次 那这是绝无仅有 但是呢 但是这个天亮两次 这件事情 难道值得大书特书吗 他还在周易王元年当中 记载这么一件事 叫做天再淡于正 当然根据当时的宗法制度 天再淡于正 天亮了两次 这是一个凶兆 是个凶兆 代表将会发生大事 所以周易王不能免俗地 找人补挂了一下 结果补出了挂了 认为说这是迁都的征兆 也就是周朝呢 可能要令密首都 令密首都 迁都征兆 从此又从周易王开始 这个义呢 是司马义的义 周易王开始 周朝就有迁都的打算 周朝就有迁都的打算 而这个天再淡于正 根据一般的说法 也就是说他在清晨的时候 在周易王元年的时候 某一天的清晨 某一天清晨的时候 出现日全食 或者是出现日环食 这个日食出现了 就在清晨之后 没有多久 他出现日食 以至于天淡 天亮之后 因为出现日食 所以天就暗下来 等到天暗下来之后 日食消失了 又亮起来 所以他才会记载说 天再淡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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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在河南省 也就是说在河南省 这个地方 发现了这个 有日食的现象 但是当时也不知道 这是日食 所以他说天再淡于正 所以有一些天文学家 他就根据这样一个记录 推算 周易王元年究竟是哪一年 根据天文学家的推算 这个周易王元年 应该是在先前899年 在公文前899年 我们从这一年再往前推算 就推算出五王克音的时间 然后往后推算 就推算出各种不同的时间 所以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之所以能够计算出 这个西宫29年究竟是哪一年 这个鲁西宫25年究竟是哪一年 完全是从天文推算而来 也就是因为在周易王元年 有出现一天当中 亮了两次 叫天再淡于正 所以呢 我们知道 这个周易王 周易王时代 周易王时代 他干了15年的周易王之后 他生命去世 根据当时周朝的中华制度 应该有长子 这个长子的名叫做姬蟹 这是姬蟹 姬蟹 这个蟹是吴钊蟹吴部长 外交部长吴钊蟹的蟹 叫姬蟹 但是这个姬蟹确实非常弱弱无能 当时西周王室已经要衰弱了 但是这个姬蟹又弱弱无能 弱无能所以宗室当中 就觉得不能给这个姬蟹来当做周天使 所以西周王朝之内就有人提出 周易王的这些子弟当中 都没有一个称职的人可以来当周王 所以呢 有一个王属 所以周易王有一个弟弟 有一个王属 这个王子名叫姬蟹方 蟹是大屁的屁 姬蟹方 这个姬蟹方能力非常强 所以呢 很多人就开始拥戴姬蟹方 来当做天下的共主 来当做周王 所以呢 姬蟹王自己也想当王 所以就趁机就夺了他的侄子 那是这个姬蟹的一个王位 所以周易王之后呢 继承王位的并不是他的儿子 而是呢 而是他的弟弟 叫做姬蟹方的这么一个人 这个是所谓的周孝 周孝王 那周孝王确实想要做一点事情 所以周孝王有个孝王中心 周孝王他想要中心周朝 但可惜了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呢 周孝王呢 他刚开始的时候还不错 但是呢 在圣殿的时候呢 周孝王突然之间去世 突然之间去世 去世的原因呢 可能是中风啊 或者是心肌梗塞之类的 所以周孝王去世之后呢 使得西周王室又恢复到 这个又恢复到传嫡长子的这种制度 所以最后机会是周孝王的儿子 不是周孝王的儿子 而是周孝王的儿子 这样又传了几代 又传了两代 到了周孝王时代 到了周孝王时代的时候 因为周孝王当时太过宠爱小龙女包氏 我们之前是跟大家分享过小龙女故事 所以他废掉了王后身后 还有废掉了身后所生的太子 这个人名叫遗旧 改封他的包氏 的儿子叫伯虎 来当作王后 还有当作太子 但是这件事情呢 却引起了身后的良家 身后的反弹 所以身后就联络了其他的犬龙之邦 然后攻入了西周的靠近 然后在洛阳这个地方 在乘坐这个地方 永历的遗旧 来当作周王 这就是所谓的周平王 但是呢 因为有周孝王这个例子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当周平王跑到的乘坐之后呢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弟弟 这个弟弟名叫余臣 这个余臣呢 他在靠近被永历的当作国王 这就是所谓的周西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周平王时代 他其实有两王 一个叫周平王 一个叫周西王 周平王跟周西王一直并历 并历到了周平王21年 也就是说他周朝的历史当中 在东周时代里头 前21年 他其实有两个王 一个叫周西王 一个叫周平王 这件事情一直到 晋朝的祖先叫晋仁侯 晋仁侯名叫姬仇 姬仇 姬仇是在看不下去的 所以他就出兵 出兵 他就靠近去 就杀了周西王 然后呢 就永历了周平王 所以周平王 从周平王21年之后 才真正成为周朝的国君 也就是东周时代的前面21年 他其实是有两王的 而这两王里头呢 他当然得利于这个 他的这个爷爷 申侯的爸爸 申侯 还有犬龙 还有得利于郑国 另外又得利于晋雲侯 这一点呢 巩固了他的王位 所以这件事情呢 记载在千华前当中 也记载在祖师纪念当中 他说周西王立21年 晋仁侯仇 仇乃杀会王于乎 也就是说 这个周西王呢 他是被晋仁侯所刺杀 而晋仁侯呢 就是晋仁侯的祖先 晋仁侯的祖先 所以在祖师纪念也这样记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东周从平王东迁之后呢 他的王室一直是不稳定 在平王时代 曾经有21年的时间呢 他是东周西周 东周西周 有两个王 叫东周王西周王 而这件事情呢 就成为李越崩坏一个非常大的落井石 也就是象征着用血统来代表 用血统用血缘来代表 权力分配的中法制度 他左向的没落 而从周平王开始以后 一定要拥有武力的支持 他才有办法变成周天子 所以呢实力为尊的概念 从东周以后一直就出现 也就从周平王以后呢 就开始有实力为尊的这样的原则 也就是说 拥有武力最强盛的诸侯 究竟是永代谁继任当周天子 他就能够当上周天子 也就是原来从中法制度 然后呢 向着军事力量来倾斜 那因为这个呢 这样的一个法则 从周平王以后 一直到了周慧王 一直到了周西王 一直到了周襄王 这件事情慢慢大家都认为说 周天子要成为天下共主 一定要拥有诸侯的实力 也就是他一定要得到最大诸侯的一个实力 也就是在春秋时代 我们立刻发现了 作为春秋霸主 他还有一个力量 这个力量就是他可以决定 周王是由谁干的 齐桓公时代 他指定了周襄王当作周王 周慧王时代 他也指定周慧王来当作周王 周慧王想要立功的公子代 但是呢 齐桓公不同意 齐桓公有立了周襄王 所以周襄王就能够成为天下共主 等到齐桓公不幸去世之后 公子代又想来出兵 奪取王权 而这时候呢 周襄王迎来的他第二个人生贵人 也就是靖吴公 也就是靖吴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春秋战国以后呢 包括三家分禁 包括曲沃代义 包括田氏代祈 等等 这些呢 都被公认的理所当然的这种典型 当然这种被这个实力原则所代表的理所当然 就代表周朝所仰仗的这个中华制度 土崩瓦解 然后其中最大原则就是实力原则 所以我们看春秋霸主当中 他一定是实力最强 不是道德最高 他一定是实力最强的 例如说 除了 除了 早期的郑文公之外 还有宋襄公之外 齐桓公 靖隆公 楚庄王 秦木公 吴王和吕 夜王郭剑 这个都是以武力倒下 实力倒下 实力最强 他就当成天下的霸主 当实力最强 当成天下霸主 周天子是由他指定 所以这些霸主 他要周天子来 周天子不得不来 要立谁当周天子 周朝也不敢说不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时代 就是一个这样的时代 除了武力丧尸 还有礼乐崩坏之外 还有第三个人 也就是神权的丧尸 因为远古时代 人们对于很多的自然现象 因为神鬼观念极强 所以从商朝开始 就产生一种天父神权的概念 所以例如山王 他说 受天命而立 这种观念到周朝更加的强盛 所以周王妹上座 就宣布一切事叫天命归周 也就是利用神权的力量 来作为他统治的一个依靠 这一种天命归周 所以周王当然是天命所归 所以周王就自称为周天子 那周天子呢 是受命于天 受命于天 代表什么 代表他只是代替老天爷 来管理天下责任 所以周天子要透过什么 跟上帝沟通呢 要透过祭天 祭天祭地祭祖先 然后藉由各种礼节 来维持天父神权的神秘感 还有高贵的地位 这时候就引申出许多 例如说普天之下 墨灰王土 帅土之心 墨灰王土 这种普世的价值观 进一步呢 这个强化了周天子的神秘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到了后期 周天子呢 他要奖赏这些诸侯 人家来帮你称下天下 你当然要奖赏他 但是周天子呢 除了财富之外 最重要是田地 所以周天子就把他仅有的彩田 不断的封锋给这些强大的诸侯 不断封锋给强大的诸侯 不断封锋给强大的诸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加上当时支撑财政的景田制度 因为被兼并的关系 这景田制度呢 慢慢的消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财政崩溃 他的军事实力不如人 加上他天子权威的智力破碎 所以导致周天子 慢慢丧失了所有军队的控制权 各国诸侯对周天子 一样是表面服从 表面服从 是有些人呢 还公然叫板 例如说郑庄公 郑庄公曾经公然的跟周王室的对抗 因为郑庄公扶持了周平公 周平王 所以他还对周平王公然的叫板 郑庄公还有击败王室的军队 甚至呢还差一点杀了周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周天子 对诸侯的蒋事 不能完全凭一块匾额 叫做公寨设计 在西周时代的时候 周王室可以用一块匾额 就打发了诸侯 他用公寨设计 派一个人送匾去 送个蒋庄去 被人就感激了五体投地 但是到了东周时代 这一套已经不行了 他必须要得到实质的赏识 而实质的赏识呢 不外是钱跟田 田地 将于扩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周王室 因为他不是生产 加上景田制度的败坏 使得周王室的财政收入 越来越少 但是负担却越来越重 而他拥有的这些田地 一块一块的割让给别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周天子 所能够提供的报酬 其实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土地 还有呢 增长在周王朝当中的珍宝 其他都不行 其他都不行 但是土地呢 毕竟是不容易实际管理 除非你有实力 所以在周相王以前 周天子 他把土地赐给诸佛 已经变成一个普遍的现象 例如说周平王为了仇事 为了仇谢政武功对他的支持 所以他把虎劳关移动大配的土地 赏给了郑国 周慧王为了答谢郑国 帮助自己平定王子腿的嫩之乱 又把九权赏赐给了虎国 又把郑国归还的虎劳关移动的地方 又再度赐给郑国 也就是周王是他维护王权的赏赐方法 基本上就是把土地分封给诸佛大臣 而周相王呢 我们之前在第一次跟大家分享 周相王呢 因为他的母亲去世的很早 周慧王后来又娶了他的二娘 后娘 也就是从成果娶来的 这个叫做惠后 惠后又生了一个孩子 刚开始的时候惠后 对这个姬症好像还不错 但是在生下姬带以后 收下他自己的儿子之后 他对姬症慢慢冷落 所以他就疏远了姬症 到后来他觉得说 应该让自己的儿子姬任为王 所以这个惠后 不时在周慧王面前 可能做了一些建议 而周慧王又觉得 越看这个儿子 越看越像自己 所以周慧王老早就打算 会长利诱 但是会长利诱 周慧王本来很容易达到 但是因为他周朝实力不如人 实力不允许 以至于周慧王 不敢直接立公子带 当作周王 只好听从齐王公的安排 立了长子姬症 当作周相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周相王 他结局在齐王公召集了 宋、魏、许、鲁、朝城 等等二十几个国家 浩浩荡荡的来拥护姬症 来担任周王 这时候周慧王完全没有力量 来跟他对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根据左传的记载 这个齐王公在勇立了周相王之后 不久齐王公去世 齐王公去世之后 齐国应对重公子争国 以至于齐国就衰败 齐国就衰败 这时候作为第二等国家的 勤募公 还有这个靖隆公 终于找来他们人生最好的一个岁月 他都会找到担任天下霸主的机会 所以周相王蒙难的时候 勤募公跟靖隆公 就一直想要帮助周相王 重回八业 所以我们看这个图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第一张图里头 这代表了大宗小宗 也就是他第一张子继承制度 根据第一张子继承制度 大宗对小宗有控制权 而小宗只能再分给更小宗 这是周朝理法的继承制度 然后东宗以后 这个全路一直在上市 刚开始的时候 他有西六师 在西州时代 也就是说他有周朝可以建立六军 然后再加上英八师 洛阳附近的英八师 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可以看到 东宗以后 权威禁师的这个周天子 他的言名最大言当是武力丧失 因为武力丧失 加上礼乐的崩坏 因为礼乐的崩坏 导致于天子家族当中 兄弟争权 俗直争权 争亡的这个事件 十有所闻 加上神权丧失 因为神权丧失 加上在台高祖 在台高祖 所以在周易亡的时代 曾经出现天再淡于正 庄陛在这种黑色空族 天再淡于正 也就是在正国 天亮出现亮亮次 也就是代表他清晨 曾经发生过日食 而一般人相信 这个天再淡两日 出现一周献养王 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一周献养王 一个周朝 两个王 两个国王 果然在周平王时代 出现了这样的情形 而到了周襄王时代 又出现了这样的情形 而且当时 虽然民间谣传说 一周献养王 但是周王是相信 他的所都要他签 所以周一王时代 他为了应验这个预言 所以他希望把所都 签到别的地方去 但一直都没有成功 一直到周平王时代 周一王时代 果然他不得不签到弱裔 也就是成桌 但是呢 他原来的 原来的这个靠近呢 他又立了一个周王 也就是在周平王二十一年之前 出现了一个一周两王的情形 而这个呢 就因为这个日史 因为一周一王的时代 这个特别的日史被记录下来 被记录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东周时代 特别在春秋时代 特别在春秋时代 到了周襄王的时代 周襄王碰到了两个贵人 一个叫齐王公 第二个贵人呢 叫做靖文公 然后他的对手 就其实他弟弟 公子代 公子代是打死不退的蟑螂 他第一次叛变 第二次叛变 到第三次叛变 前前后后 兄弟们闹了二十几年 最后靖文公 想说这样也不是办法 所以呢 就杀了公子代 周朝才真正的归于一王所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大有之魁啊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虽然是讲说 大有卦 火天大有 变成了这个火则魁卦 这个卦象里面 他其实呢 怀念出周朝东周以后 这个所谓一周二组 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的这样的现象 而这个卦象 这个卦象 我们之前呢 在第一段里头 我们跟大家分享 靖文公不大相信 靖文公先找补衍 所以 用归补的方式 补灰卦 然后 她也是不大相信 用思草的方式 又补了一卦 用思草方式 补了一卦 就是所谓的大有之魁 就所谓的大有之魁 所以 这大有之魁 究竟左撰裡面,怎麼講這個大有之魁,怎麼解讀,補眼怎麼解讀這個大有之魁呢? 因為事情的關係,我們靜文公補卦,大有之魁的第二段,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明天我們再來跟大家分享,靜文公補卦,大有之魁的第三段 也就是說究竟這個補眼,他怎麼去解讀這個卦? 所以今天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就先講到這個地方,告一個段落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故事,歡迎你幫我們繼續點贊,幫我們繼續追蹤 我們明天要來跟大家分享,這個卦補觀補眼,究竟怎麼樣解釋?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明天再見!